我們接下來會開五次會 一共是二十小時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個會議有一個平台 讓議員就著相關的條例進行一個一問一答的環節 我們相信透過這樣的工作可以彌補法院委員會的一些不足 當然這個不能夠完全取代法院委員會的工作 但我覺得經過這二十小時的提問和質詢 官員有一個機會更加直接向議員和公眾人士解釋法案的內容 議員亦可以直接就他們關心的一些議題向官員作答 我相信除了提問之外 未來的會議也會有議員提出一些臨時的動議 只要這些動議符合議事規則和和我們開會的議程相關 我都會用一個比較寬鬆的態度讓議員提出 亦是讓大家就著這個議案去做一個表決的 那民建聯會不會有任何其他的修正案 我們其實建制派已經有共識給了兩個建議政府 希望他們去接納 民建聯自己也都會在我們的黨團會議上面 再去討論有沒有其他的修正案 是會提出來的 那現在呢我暫時未能夠去和大家去報告 初步有沒有說大概都會有任何特別會議 這個未說得給大家聽 不好意思 因為你有這個監管會議 有沒有諮詢過其他委員 有沒有得到報告委員 開第一次的特別會議 我是提出來的 那我也都是透過秘書處去問 所有的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成員 也都是得到過半數的成員 是答覆他們是可以出席 跟著下來的五次二十個小時的會議 那所以我希望同事們既然是答應出席這個會議 也都是好好地理性無實地 用這二十個小時的會議時間 去提出他們的問題 那不要用這個會議的時間 去做一些政治的表態 反而是去切切實實去問回一些 他們自己關心的事情 問回一些市民關心 和想清楚釐清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方案 我相信如果議員 他是按議事規則去提問題 或者是去提動議 我也都不會阻礙他們 但是如果是用一些非議會的語言 去羞辱某一些人或者是官員的話呢 我是會按議事規則嚴格地去執行 和去處理 黑客人想問一下 鄭華司長也沒有來過故意 鄭德里加茨局長和律政司的代表 你覺得會不會有所不足呢 即是議員想問的問題 政府都未能夠答得很難 我看到李家超局長和相關律政司的官員 他出席一些團體的簡報會的時候 他們都是能夠完整地去解釋一些政策的立場 給一些議會者聽的 當然作為立法會的議員 我們當然是希望司長和局長都能夠出席 但是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政府派哪個官員去出席會議 是他們的決定來的 我估計接下來也都會有議員 在特別委員會上面 提出一些動議要求某一些的官員 是一定要出席 這個就讓我們的委員去表態 可是相關的官員也都很清楚會知道 議會的立場是怎樣 沒有了XJ 和他都有點失望 即是不理會的親戚的興奮 可能和一些行政派議員都會有收貨 那這個就 其實我估計 建制派的議員都希望司長能夠出席 行不行?OK嗎? 好,謝謝你 谢谢大家